对,今年是会馆的20周年,那这20年来,回想起来,从当初超过一千多位相亲,大家都出一千块钱,当然有的出得更多,共襄胜举,把这个会馆扶持了20年。 当然,会馆就是等于是我们台湾人在洛杉矶的一个象征,一个精神的堡垒,那可是经过了这20年过后,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会馆需要永续经营的话,可能是不是做一个比较长期的打算,只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说,这个会馆本来也比较老旧了,从王贵勇,名誉董事长开始捐出这个会馆过后,我们这么多年来,不停地休休步步,可是毕竟这个不是个长久之巨。 第二,我们会馆每一年的开销可能也将决要20万块钱。 所以,我们觉得说,如果长远之巨,就是说,如果我们既然这20年来,这个地点,Rosmith的地点,现在变成是一个Rosmith的中心地点。 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馆建成是一个新的建筑物的话,同时可以建得更多,因为我们这个馆大概有4万5千尺的地。 我们原则上是希望说,如果我们能够建一个6万尺,到6万5千尺,其中我们会馆的部分大概是2万尺。 其中4万尺,我们可以应该规划中,现在大概有8千尺可以当作第一楼的当成是比较Retail,零售的。 那其他将近3万8千尺,我们希望能够做成可能40套的公寓。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有固定的收入来帮助我们会馆的经营。 而且这些恩外的收入也可以让会馆能够扩充成为更多的方向来帮助我们台湾的乡亲,可能像奖学金啊,老人方面的补助啊,等等。 所以这是一个长远的计划。 可是这个计划是资金,就是对我们来讲是蛮大的一个数目次。 我们原则上次认为说,应该将近1,200万到1,500万左右。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希望说,我们相信我们大家能够继续努力,把这个愿景,把这个目标达成。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20多年的希望。 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讲到说传承的问题。 今天,我们第一代的台湾人,台美人,在那边打拼了几十年。 慢慢的,大家都慢慢的开始要退下来。 同样的,我们会馆也必须要交帮给年轻人。 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能够把这个会馆重建,把会馆的财务弄得很健全,会馆的收入很健全。 然后,把它交给比较有理想的年轻人,他们可以规划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当然,我非常感谢的就是我们上一任的董事长,就是李荣宋医师。 虽然他已经不做董事长,可是他还是我们会馆的执行长。 我们银行,对不起,我们会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还是由林医师在操作。 所以,我们会馆有了这么多的前董事长的辛劳。 所以希望说,二十年不只是一个回顾,二十年希望是一个新的展望,我们往后的二十年要怎么走。 所以,建馆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当初有人喊说,二十年前是一人一千嘛。 是。 那这个时候,二十年后,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样的口号呢? 一人一万吗? 我是觉得,还是共襄胜举嘛。 所以,当然有两个方面来看。 一个是钱,一个是心。 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要把新汇馆建商来的时候,应该还是很多乡亲。 我们不管他是一块钱,十块钱,一百块钱,一千块钱,都是一个心意。 代表的都是他对台湾的认同,代表的是对台湾的回馈。 所以,我们不会说,一定要限制是多少钱。 因为,这个是台湾人的家,是台湾人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各自的心愿来奉献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有比较大的支持者,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大礼堂,可能能够有一位乡亲能够拿一百万。 好,实际上有一些是大数目制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厅来,好像说,我们这个会议厅,我们可能会有五十万。 那这个厅可能就变成说,他可以把他的官名,那我们会有二十万,会有十万,会有五万,会有一万。 当然,其他的,我们是不限于说数目是多少,而是说,根据大家的心意,来完成我们这个台湾会馆。 好的,谢谢。